老夫男人神秘恶臭,连续两天寻觅源头,找邻居求助,最终报警揭发辅尸案。 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五、8月9日中午12时,地点在新加坡榜额一带苏盲巷第233A座组屋八楼。 新明日报记者到场时,楼层还弥漫着恶臭。 阿瓦,70岁,退休人士受访时说,他从几天前就在家中闻到恶臭,只能一直紧闭窗户,在厨房吃饭。 我近两天都拾不下宴,因为太臭了。 他说,因为实在难以忍受,他于星期四、8月8日晚上7时拉着女儿上下楼寻找臭味源头,发现来自一单位,但敲门没人应,只好放弃。 星期五上午11时,我到14楼找人求助,希望有人能帮忙。 他说,他之后与14楼邻居又找到10楼,五六名邻居一番寻找后,几名年轻人决定报警。 住在10楼的19岁学生何欣盈透露,当时邻居还以为阿瓦生病,结果后来发现是有臭味,他们于是决定报警。 我们的同伴因为在楼梯口闻到恶臭,结果呕吐。 新加坡警察部队授寻时证实这起事件,并指一名59岁男子被发现在家中去世,初步调查显示案件不涉及犯罪行为。 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。 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。